还有不少我们歌手通过我是歌手的舞台,打开了自己知名度,从第一季到现在就有邓紫棋,希拉,徐江云,黄志烈,李马希等人。 本来,这些歌手通过节目,为自己积赶了粉丝和国民度,是应该带有感恩之心的,但是偏偏有人不懂感恩,反而大打一旁。 今天,所要说的歌手,就是来自韩国的黄志烈,众所周知,韩国娱乐圈竞争十分激烈,原本黄志烈在韩国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,连生活都过得很拮据,来中国参加《我是歌手》以后,荣获进军,他也在红级一时,拥有了不少的粉丝,在中国时,他对粉丝关注的都是热情热爱, 好到不行,李星还成为了他的高台式动作,但是,等到他回到韩国时,却马上换了另外一处面口。 近日,黄志烈都用韩国封印节目《黄金遗产之》的嘉宾,节目中的一番言论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工作,黄志烈在节目中和对江三想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。 说之前就听去过中国的前辈说,中国空气质量不好,结果到长沙一下飞机,发现根本看不到前方,水的味道也不一样。 现场的韩国人听到这里都感到十分吃惊,好有人自贺道,是从沙漠吹过来的吗?中国的网友们看到这里可能会笑场了。 真是笑话,长沙和沙漠隔着十万八千里,怎么可能吹过来? 先黄志烈的语气,好像韩国没有空气质量问题,可是就在之前还出现过韩国路蛮严重。 让中国背锅的新人,节目前半段已经让许多国内网友耀利了。 没想到后半段黄志烈的言词更加激烈,真是被拍挑事啊。 黄志烈在后面补充道,在中国生活环境确实很招心,不过影响不大我。 而且看一下账户文文,一瞬间所有的砝码都没有了。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,就是中国的环境质量确实非常不好,但是我来中国就是宣权的,贵了钱,我无所谓。 这样无始的人类,已经让人找不到行人质量攻击了。 管有能集体抵制黄志烈,纷纷喊话要黄志烈离开中国,但也不要来中国了。 看到事情愈演愈烈,黄志烈被迫出来道歉回应了。 可是,看到他的道歉,很明显一点诚意都没有。 上了一天的日飞,黄志烈工作室到缆间的时候才出来回应。 发言称为黄志烈在节目中的不断言诺引起的议会,和不愿向大家诚恳道歉。 以后一定会忠议自己的人行举止。 不过网友们并不买账。 因为黄志烈本人,连这条道歉微薄薄都没有转发。 不过网友们的豹然发行,从未经过游战的提供及时代词参加脑离开竭。 不过网友们的豹然查评定中的年轻人,连这条道歉公众状况。 不过网友们的这条道歉公众状况时代表戒行。 by bwd6